对不起,首先对不起,我没有换衣服了 因为昨天早上开工,六点钟开工 赶完以后赶回去洗澡,洗完澡赶到机场之后呢 行李不见了,一直等,登记啊,问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回到酒店,两点四十五分吃的粥 睡觉,今天九点钟起来,等行李 没有,我穿着同样的底裤,同样的袜子 很久没有这么做的,那只能这样子来见你们 跟你们讲奋斗 丁宪导演,昨天我们还在讲 大哥,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今天,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有时候每一次刷牙洗脸,我看看自己 真是个奇迹,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一个小舞行 没有读过书,就是嘻嘻哈哈,做小偷啊 给人打一巴掌啊,到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开始做 几十个武行的时候,拿个刀在后面,啊哈哈哈哈,就这样子,叫 到要五块钱一天 到要死人的时候,来来来,过来,死这边 擦把刀,倒点血 那些化妆儿,根本当我们不是人,就嘻嘻嘻嘻嘻,一大堆血 一大堆血,最,最记得就是冷天的 冷天,两个大侠就要,在雨中打 但我们要泡在水里面我,那个,还要下着雨我,还不能,那个刀擦在那边老是给骂 因为你那个水倒进去就呛鼻子 你就看见那个很多肚子 插那个刀那个肚子在地下 别动啊 你们动什么 你们死掉了 明白吗 我死的是最好的 永远导演一叫死 叫那个小子过来 死这边 因为我永远的刀不动 结果呢 一死就叫我 过来 那个死的好 那个谁谁谁 慢慢知道我的名字了 就叫我死的 我慢慢每天呢 就多 多在片场 每天在片场 就看见啊 在旁边看看人家怎么 我这样子 啊五四之导好威业 好 我有一天要做五四之导 这个时候我那个五四之导 永远是开一部车子 哇就过去了 哇我的dream car 很有型 它就哇就过去了 我每天就看见 啊我过去了 我的退后 就回到人家那边去 结果真的是 王天不负有心人 有一天我都坐 你站在那边 他哇过去之后 倒车 回来 他看看我 你是我们那组的吗 上车 哇他叫我上车 我一开车门 你们记住 到今天 我都是如此 不管谁的车 自己车 人家的车 租回来的车 都是如此 打开门 屁股先上 坐好 这样子 教你们 坐好 啊 坐好 不管谁的车 都一样 人家会非常欣赏你的 开门 坐上去 拍拍 尤其是雪天啊 什么啊 下雨啊 下雨永远是 抓着这样 把水甩掉 拍拍 坐进去 人家一看 哇 这个小动作 我从 坐在那边 倒片上 我没动过 那个姿势 动作没动过 就这样子 下车 谢谢指导 谢谢指导 我就退后了 以后每天啊 他就接我 接我 坐他的车 以后跟他聊天啊 慢慢 我从四十个人 到十个 两个 最后有他 就有我 后来变成 副五十字岛 后来就变成 最年轻 我十八岁 最后五十字岛 到今天 反正记住 最重要 最重要的细节 定于成败 每一个人的细节 很重要 在现场 一点一地 做人 做事 今天我们为 为你们来 我把帽子就脱了 也是我在 兰斯拉夫 开到以后 第一次剪这么短 因为兰斯拉夫 那个飞银计划 看过了哈 在兰斯拉夫 剪的头发 之后我就拍 那个跳速镜头 一跳呢 打下来 就脑开刀了 至此以后呢 我干爸爸叫 何观昌 他说 你不能再剪头发 以后 成龙不能再剪头发 所以我就没有剪过头发 我本人不迷信 但是我 干爸爸迷信呢 我就 半迷信吧 信好过不信 还要保自己 自己的命 好像我拍那个 警察故事 我在跳灯的时候 你们真的 不会了解 当时的情况 是有多么的恐怖 把人家的大灯 拆下来 掉了三杆 三杆 铁柱 铁柱完了之后 我们要拉电 拉那个钢丝 钢丝呢 不能锁死 只能粘住 拿AA胶粘住 粘住之后呢 要挂 糖胶玻璃 要挂爆破 72尺 五层半楼 没有试的 没有说我这样子 试一下 没有的试 只是大概 自己想一想 大概 我在上面一看 我说 我怎么跳呢 没有起步 也只能在一个 在一个手把那边 抓着那个手把 是圆的 你那个人是 是会这样子 你只能一上去 一上去就要跳 一跳跳八尺 大概是这样子 要穿出去穿八尺 我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之后呢 我就 四四滑下来 但一滑下来 那些钢丝不断了 断两根之后就不断了 我的手就扎开了 因为它就 噔就扎开了 一扎开我的人 就站在地下 就没有 再次又要很长时间 我们只能拍六天 下面是儿童乐园 如果拍不完了 六百磅的糖胶玻璃 要拿走 那是个非常大的工程 我们已经花了六天的时间去干 忽然间一个成家班上来就 大哥 我们都可以了 机器 你可以的 我上去 再一看 所有机器都摆好 三百多个临时演员 全部就这样 所有的头啊 就这样子看着我 我一个人在上面 就这样子 看一下 退后 看一下 退后 就跟自己讲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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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了很久很久之后 我上去 我就 我就 又上去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 其实我没有准备 所以你们再回看 那个警察故事 我是这样子 我就动了一下 下面的开机 我就讲 开机 你是来不及说 我还没准备 你就听着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一看就看着 死吧 真的是 我就死吧 所以警察故事 你看我跳 跳出去那一下呢 是叫一下 死吧 就出去了 再拍啊 哇 成功了 所有人 所有人 张曼玉 林天霞 金女人 所有人 化妆 服装 茶水 全部在哭啊 我哭什么 无法哭 简单的事情 其实我真的 那个时候 真的很怕很怕 我打到两个手 就总掉 马上上车 好 卸玻璃 清场 晚上拍文戏 一上车 上车 睡觉 下车 看到 大哥到了 我一起来 我这个门 我都开不到 那个门呢 我都没力 开那个门呢 整个人是 根本是 刚刚那一刹那 虚脱了 就虚脱了 就睡 睡在那边 就拍这个 另外一次就是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做 A计划 看了 到那个钟楼 整个停车场 我们香港很小 不像中国这么大 一个地方很小 我只要一大步景 所有人 这个场地 全门不能用了 就是我的了 一搭一搭 起码搭个半年 摆在那边之后呢 没有人的车子 可以拍那边 所以呢 把交通搞得乱七八糟 每个人就盼望我 快点拍那场戏 你在下面一看 那个账目 只有那么大 我说我 过来一点呢 可能会脚断 过来一点呢 头断 但你在那边 我应该怎么摔呢 自己 这次在想 每次一出去 一出去 就踏 我应该怎么摔的 你会不会 摔的